好來到二十二十一題 今次他講明是Blood Vatials and Permontary Circulation 換句說話今次是駁去肺的血管 所以他這樣看的時候 X軸是Blood Vatials Y軸是Blood Pleasure 哪裏的Pressure應該最大最小 當然剛剛離開心臟應該是最大的 然後再回到心臟 然後走得越多路就越小 所以剛剛離開心臟那一下 Q應該是Permontary Artery 然後最小血壓的應該是Permontary Vein 因為準備回到心臟也走了越多路 Precious其實越走越小 所以應該是QPRS順序地走 而這個順序地走的時候 我們都會發現 Oxygen content應該慢慢地會越來越多 所以去到Permontary Vein 應該做了Gas Exchange 拿到很多Oxygen回來 然後反次序SRPQ 就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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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少的排序 對啦 氧氣排